建立可开机的随身碟 那再我们回到这个资料夹这个目录里面 将这里所有的资料 Ctrl A全选 Ctrl C复制 接下来呢 好,我们在5A88这个地方点选起来 那按右键呢,把它贴上去 贴上去以后呢 等一下我们再来词形和程式 就可以把这个随身碟变成可开机的随身碟 那这边提醒各位厨长们 你的随身碟变速度要买快点 要买USB 3.1的 不然要call很久 这答案很大 那接下来呢 我们因为冲醒老师要做Clone Zeta 所以呢 这地方如果纯粹做5A88就不用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在Clone Zeta的地方 我也把这个 好,Ctrl A全选 Ctrl C复制 复制到我们的Clone Zeta 按右键把它贴上 第一件事情 先把资料先call进来 那这边要提醒大家 你应该再买一个新的USB 3.1的 这样再执行速度会快很多 那copy完以后还不能开机哦 请你必须回到这个5A88的Clone Zeta这里 来执行哪个程式呢 Boot IC 对它按两下 好,按4 那首先我们要来先针对这个 5A88的地方 先来建立主导引区 确定是我们的随身底哦 不要搞错了哦 那接下来呢 请你点选第二项的 呃 GR UV for DOS 这个了 好,安装配置的时候呢 把这两个打勾 那安装 第二个磁铁区就先不要了 就这样子 两个打勾一个打差 对不对 接下来再 呃 请点选这个 这个G for DOS 我们已经更新到0.46版本了 就按写录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先取消 接下来写第二个哦 接下来进行分区引导记录 如果你只有是5A88 做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好,那我现在做第二块 第二块点选起来后呢 那这里我要切成哪里呢 NT Clone Z的那个地方 好,这边我点选 SY是Linus的这个 好,那这个地方是 我的随身碟稍微特殊一点点 就做这个 好,按确定 好,这样呢 我两个随身碟就可以 全部来进开机的模式了 好,这个完成了 所以这个随身碟就可以来开机哦 那开机的时候呢 当然 在每一台电脑的BIOS是不一样 像 呃,红基的电脑 通常开机的时候呢 你要按F12 让它从随身碟开机进去 从随身碟开机进来的时候 开始才进行安装5A88的工作